真的有東西掉下來耶 Oh my God耶 什麼啊 民眾邊錄影邊說話 語氣相當驚恐 因為他原本只是在頂樓 欣賞清晨的美景 卻意外發現天空出現一顆火球 最後還掉在地上冒出火光 什麼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紅紅的東西掉在這裡啊 火球中天而降的情況 24號清晨5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南子的園中港一帶 民眾把畫面放慢一看 果然清楚拍到火光垂直降落 而且還擔心沒那麼單純 民眾發現不明火焰的位置 就在高雄南子的園中港大橋 由於當時火事最後掉在一旁的 排水閘門附近 因此火事熄滅冒出大量濃烟 民眾會這麼擔心 原來火光掉落的附近 就是海軍的左營基地 現場是管制區 正在進行擴建工程 由於經常有直升機或飛機經過 才會一度被誤認 是有危險性的軍事設備 雖然軍方私下已經否認有關 但鄰居說還有其他可能 因此不管是信號彈或是有人亂丟火把 就算沒有引起災害 恐怕都得付出代價 TVBS新聞方式成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